我們現在收看的是大中華新聞 我情宿文 繼續帶大家去六甲店吃阿婆米糕跟冬鬼仔麵線 阿婆做的米糕是很香又香 而且他們的冬鬼仔湯頭甘甜好喝沒時間 有今天作品將會是從小吃到大吃到大吃 就是要一人的古早味 來到六甲市區 這間老店買的冬鬼仔麵線一定要來吃 阿婆將湯好的手工麵線放進去外面 這個外鍋裡面放出熱湯湯的湯汁 今晚香甜的麵線還要配上香甜的味道 香甜還沒差 阿婆的冬鬼仔它的不管是下水湯 或是冬鬼仔或是米糕 都很遵循古早味的做法 然後就是很保留原味 它並不會沒有添加任何一些不必要的 一些味道在裡面 然後呢肉汁都可以吃得出來 它並不柴 然後呢那個米糕很Q軟 比外面市場上還要再倒地一點 好吃的還有這個香又Q的米糕 不喜歡人家是為小餐吃到大餐 一口接一口吃到很滿足 變得不太一樣 對 因為這個比較有 變成是比較有古早的味 沒有變成是說 不像現在的 現在的米糕有沒有 都吃起來就是 比較奇怪 我也不可以說 對 因為這個米糕吃起來就是 比較有古早味 我們煮出來吃那麼大 吃十幾年了 下水冬粉跟米糕都OK 阿婆強調 它的口味就是古早味 不會去頭聊 介紹也真實在 東區啦 米糕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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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餐的米糕 很好吃 很好吃 那你說你幾年了 幾... 這間 我這個出租是幾... 大概有三十五年來 我以前在台下 我不會去21年 所以你不會去21年了 我不會去21年 雖然這間都不是山頂海味 但古早味 真知道飼料的口感 絕對會讓鄉親吃了一百個滿足 大中華新聞 林君六江 蔡鳳報道